大家好,我身處於東京富士山的山腳樓下 昨天坐卡告機,即是凌晨機來到日本,因為便宜很多 放鬆一下,休息一下,剛剛浸完溫泉 這間旅館都是比較傳統的,睡泊泊米,多些日本遊客 這星期好像有活動,所以也蠻多遊客 好像有馬拉松還是跑步在附近 待會我們便會出去吃飯 好,想說浸完溫泉之後,有甚麼急救 還有搭完隱晨機,搭完凌晨機真的很差 又冷睡,皮膚又乾,已經塗了一些霜 好了,其實很重要的就是這支油 這支是George Roseburg Herbal Infusion Oil 它有甚麼厲害呢?它的比麻油、葡萄籽油和玫瑰 還有一個印度鑑雪用的時候 其實我洗臉之前就是拿少許 而我推起臉部 等一會我才過水 那你臉不會那麼乾 而且你感覺到龜裂或孔敏的地方 洗完後你會覺得沒有那麼痛 或者是沒有那麼抹著 而且這個油呢 是有很多功能用的 待會我便會混合這個霜 再塗一點出來 因為真的茶霜未必足夠 一定會帶油 冬天去冬天的地方一定會帶油 將它推均勻 然後再塗在面上 因為晚一點我們等我老公回來 拍完片我們便出去吃飯 回來我便會敷了這個Sleeping Mask 到身體方面就帶了一個Healing Cream 和美油 用法很簡單 我老公回來了,快點說完 噴三下這個美油 再加一個Healing Cream 這個非常適合濕疹用 而且味道很適合我們 剛剛坐完飛機 又坐完長途 坐到我腰酸背痛 這個味道可以放鬆肌肉 去身體的酸 你可以喝和茶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吸收到的 而且可以先按摩 在一些很酸軟的地方 或者很苦的地方 肩膀和腰 之後等一會兒 先洗澡 都可以幫助吸收 一個熱力的話 這個可以兩用 沒錯 這個配合適合濕疹人用 是很好的 而且沒有油 始終很難鎖住水分 很容易就流失 這個也要說完 這個LABUGAS的潤唇膏 為何要這麼大支呢 就是方便當你遇上 要戴手套的時候 如果那支是這麼小支 你會想不到的 你的嘴吹得這麼乾 你的臉龜裂的時候 怎樣呢 滑雪的時候怎樣呢 就是這支 你放一支 茶面也可以 茶嘴也可以 這個是很香的椰子有成份 這個 在我飛機的時候 空氣真的很辛苦 而且人很暈 我就是在美容卸賣的 萬金油 這個是滑滑的 有時在飛機上 你帶一些你喜歡的油聞一下 搭飛的時候 心情都舒服一點 現在我準備去吃飯了 拜拜 今晚是一份榻榻米 榻榻米 跟著有梁仔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景 還有一人溫泉 這裡可以 吃火鍋都可以 這個位置 沒錯 一人一鍋 吃火鍋 我先看看水是否有 好冷啊 好舒服啊 水 一人一鍋 吃火鍋 吃火鍋 好冷靜啊 好冷靜啊